大家好,我是马克老师 那今天的话我们继续进行法语DCF考试整体讲解 第三部分了 我们来进行阅读理解的讲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道题 这道题的话是一个图片题 一般就是往往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前面出现的一些图片题了 那这种题往往是答案比较直观的啊 我们先看图片里面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 那看到满头的绣发 那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会想到洗发水吧 推荐着洗发水这样的吧 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是Coffee 我们直接在题目上面就可以看到的Coffee和是发型的意思 那应该是和剪头发相关的啊 不是洗发水啊 之前我记得有带一个板里面的学生 大家说老师是洗发水吗 那洗发水这个你扔什么 那这指的是发型啊 剪头发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题杆 那大家记住做这一类题的时候的话 不要先去看答案 可以先看一下题 因为它不像戴勒夫这样 一般有一个顺序 你大概从答案里面可以看出来是啥 那这儿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题 里面的话有很多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Annie 那这应该是她理发店的一个名字了 Vous agree avec vous sans rendezvous 那 vous的话在这儿的话肯定不是阿哥一的变位了 应该在这儿是一个宾语人称代词了 阿哥一和Galigan接待某人 这个理发店呀 接待您 avec 然后 戴着预约的 我们知道在法国理个头发也都需要 需要先预约一下 那如果没有上是这次没有的意思 或者没有预约的话也行 戴预约提前预约的 不预约的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它的营业时间 从周二到周五 每周二啊 大家注意这儿的话 句是德跟勒的说和了 那欧的话也是阿根勒的说和变成了欧 我们知道星期的前面 如果加上定观词的话 一般代表的是每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呀 每周二和每周五都可以 周一的话应该是他们休息的 或者周六周日这样 休息三天的时间 那么看下面 从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 下午的话 到十八点 两点到六点 我们看法国人的工作时间 是不是还挺不错的呀 然后周六的话 周六的时候 从十点到十九点七点 这样的中间不休息 周六剪头发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 那周日周一的话 是他们休息的时间 雷达不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我们看一问词是 对时间提问的 什么时候呀 您可以去这个剪头发的这个地方呢 salon一般就是指的 我们这个理发厅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看星期前面都有定观词 那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或者他会说一个 一样的 每周日也可以 那 然后在周日的一点 周日直接就没有时间 所以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看第二个 周四的时候呀 在九点 人家是十点才开门的 错 然后第三个 我们看 然后周一 在下午三点 周一 我们看一下 周一的话 也没有这个时间 是错误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Le mercredi 周三的时候 César 在下午的四点 那这个是合适的 所以第一道题 还是非常简单 大家注意看清楚 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第二道题 这道题的话 放眼望去 它是一些法国这种书写题写的 那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 稍微的有一些难度 我们来一块看一下 Cherche Cherche是寻找的意思 Cherche un étudiant 或 une étudiante 一个大学生 男士或女士 在这没有性别的区别 Bourg Acompagne Acompagne 是陪伴的意思 陪伴 陪同某人 En metro En metro 坐地铁 陪伴什么呢 Un enfant 陪伴一个孩子的 接孩子的可能是 Entre la maison 在学校和这个家庭之间 去接孩子的 我们看时间 每天 在八点二十的时候 在下午的四点半 那也就可能是一个幼儿园 这种的 我们看法国人八点多 不会还没起床吧 应该是去上班了 这样的 我们看下边这 Bourg 一个接孩子嘛 肯定需要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Domante 要求 要求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Saler Andre Saler 是工资的意思 Andre 就是有意思的工资 直接过来的话 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的话 就是工资 会让您感兴趣的 这个并没有说工资是多少 但是会让您感兴趣的 Merci de telefoner Merci de faire quelque chose 谢谢您怎么样 打电话 打电话的话 一般 Telephone A 那后面和电话的话 前面有一个订关词 Le 收合成O 0 1 55 66 43 37 打电话到这个号码 那得到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题 Gesky et proposer Danset Dannons 那不知道大家对Gesky 这个词是否熟悉 Gesky的话 它注意啊 不是Gesk了 大家注意 它跟Gesky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Gesky它一般是对一个物提问的 那Gesky的话 这个颗前面这个颗代表它也是对一个物 事物提问的 而后面这个Gy 它在这的话是做足语的 它只是来固定前面这个词 它是做什么成分的 做足语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用Gy 那这儿比如说是科的话 一般往往就是对一个动词提问的 这儿是对足语提问的 大家注意 前面这个的话 它都是对物提问的 那比如说还有我们常出现的Gesky Gesky 那这种的话G是前面这个词的话 证明它是对人提问的 后面这个还是证明它是做足语的 这个语法的话 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 我们有Gesky 还有Gesky Gesky 这种的 它们分别前面这个词的话 往往是对人还是物提问的 科是对物提问 G是对人提问的 而后面这个词决定了 这个问句 它在句子当中的成分是什么 做足语还是做直接语语的 大家注意一下 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复习一下这个语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Gesky 那什么东西 Aproposé 推荐什么 Dons et d'annons 这个声明呀 推荐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Aproposé 一个课程 不对 Aproposé 一个工作 那这个是符合的 我们看第三个 Alogement Logement是住所的意思 这个也是不符合的 最后一个 Ahandive 一个月 也许有人看到这么多的时间 觉得都是一个月 不对啊 答案的话应该是贝拉 那这道题里面的话 其实问题还是比较直观的 如果大家要不知道这个Gesky的话 需要去复习一下 我们注意一下 那再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道题啊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手机了 也是一个图片题 我们看还是2G呢 3G的一个手机 电量是满格的 我们来看 这些信息可能给不到我们什么啊 有一个时间 大家需要注意是晚上8点26 我们来看一下 Nouveau Message 一个新的消息啊 Bonjour Hadduce 那在这的话 注意这个S是发音的代词了啊 Bonjour Hadduce 大家好 Mina 这个人名啊 应该是啊 Demina Demina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 已经见过这个词了 Demina la semaine prochaine à Bruxelles 要搬家到这个 搬家到某一个地方啊 到布鲁塞尔这个地方 Elle nous invite invite quelqu'un 她呀 邀请我们 Geselle 去她家 avant son débar 在她搬家之前啊 avant son débar vous êtes d'accord pour lui 你们啊 同意吗 pour lui offrir un petit souvenir souvenir 是回忆的意思 也就是说 给她提供一个小礼物 回忆的礼物 Hey bon de moi 你们呀 回复我啊 Vite 快点回复我 Sami 着急呢 我们做一个决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人公的话 是Sami 发的信息 我们看 Gepourbouze Sami Sami提了一些 什么建议呢 我们看 pourbouz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后面都是de了 我们看第一个 给这个 Mina呀 买一个礼物 暂定的 这个可以 第二个 Deddy 帮助 Adi 帮助 Deddy 帮助他搬家 这个的话 并不是帮助他搬家的 人家没有提 需要帮忙 只是说 聚一下 第三个 Dali Ensemble A Bruxelles 然后一起去布鲁塞尔 这个也不是 他要搬到布鲁塞尔了 在出发之前 大家聚个会 这样的 Dorganiser Une fête 组织一个晚会 一个晚会 在他出发之前 这并没有提到晚会 有人可能会钻牛角尖 想 老师 D是不是也行 人家聚一下 不就是晚会吗 在这的话 不要给自己强行加入 深入的理解 现在这些题 不需要你去过多 深入的理解 那些特别需要 深入想象的题 也不会在这个阶段 出现的 大家直观的去选 就可以了 买礼物呢 大家在商讨礼物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种题的话 就大家特别容易 看懂题了 但是选错答案 就特别的遗憾 注意不要多想 相信你自己的 第一直觉就可以了 那这个题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 AAL阶段的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的话 稍微的有一些长了 我们来看一下 伊利亚 Uncle和Anon 一年前 一年以前了 伊利亚是代表一年以前 Fadou这个人 Almanou还有这个人 Mahiyama 这三个人 三个可能是男士或女士 我们目前看不出来 姓别 Sogube Sogube的话是 Sogube 动词原型负责什么 Sogube Dash Ménager Ménager是一个形容词 家庭家务的 Dash是事情 然后他们在做一些家务 这样的 也就是说几个做家务的这个女孩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Jouer Jouer是玩 我们知道 Jouer Jouer这个词的话 后面跟Jéz A加球类运动 跟D的话加乐器 那在这的话 就是Jouer de 就是他们还会从事音乐 Jouer de la musique 从事音乐 Shanté Shanté是唱歌的意思 Entre elles 在他们之间互相唱歌 Den leur village O Nizi 在他们的这个村庄 Nizi这儿 一起唱歌 也就是说 前面给出来的信息 就是他们做家务 业余时间的话 会非常热爱音乐 我们看 Jouer Jouer 直到有一天 如何是天的意思 什么的一天呢 物关系带子 做时间状语 有一天呀 Enami 一个朋友 Le 这儿的话 Le 就是他们怎么样 Filme Filme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Filme 就知道这个了 在拍摄什么呢 Entre de Entre de 不是在火车上拍摄 Entre de 是一个固定搭配 正在做某事 正在做某事 比如说 Je suis entre de Je suis entre de Shanté 我正在唱歌呢 这不是我在火车上唱歌 大家注意 那我拍摄到 正在 Shanté Et A Bosté La Vidou Sur Internet 拍到他们正在唱歌 并且 A Bosté Bosté 的话 就是把这个视频 La Vidou Sur Internet 把视频放到网上 然后呀 Un Producteur 的 Music African 一个音乐制作人 一个非洲的音乐制作人 La V Le 的话 在这就代表的是视频 那并不是他们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会用 Le 然后就是看了他这个视频 应该是 Vu Et A Bogu Aimé 非常喜欢 并且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 I la Gongvangu Gongvangu 是 Gongvangker 说服谁 I la Gongvangu Les Baron Des Trois Cousines 三个姐妹 Cousines 就是姐妹 然后他们的父母 说服他们的父母 De Le Lessé Lessé Galigan Gang 他们怎么样 Cree Le Album 他们的 Zonji Et Bardir En Dourney Bardir En Dourney 的话 就是出去开这个演唱会 这样的 制作 Zonji 开演唱会 Depuis Depuis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Elle Han Please Les Sales Elle 就指着他们三姐妹了 Han Please Les Sales Bardou En Dourne Han Please 的话 是动词 Han Pli 和 担任 这个意思 Les Sales 也就是说 到处演出了 Les Sales Bardou 到处 去这个演播厅演出 En Dourne Hop 在欧洲 那 这是能得到的一些消息 解 讲述这个 一段 非洲的三姐妹 她们成名的一个经历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De quoi et le gestion Elle gestion 的话 就是关于什么的 Elle gestion de quoi 关于什么 在这不是问题是什么 是关于什么 gestion de 我们在你好法语当中的话 学习过 关于什么 gestion de mode 关于时尚 在A2的第五课 应该是 Dance dext 也就是关于什么的 这篇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De la naissance Naissance 是出生的意思 Dune amitié Amitié 是朋友的意思 友好的 Entre trois filles 三个孩子 三个非常友好的孩子的出生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看第二个选项 De la rencontre de trois artistes Nigerienne Nigerienne 是尼泊尔的 三个艺术家 Artiste 这也讲述三个艺术家的相遇 也不是啊 也排除了 我们看第三个 De la réussite de trois jeunes africaines 三个年轻的非洲年轻人 然后他们的成功 Réussite 这个是目前是符合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 trois musiciens 三个艺术家 音乐家 他们的日常 那答案很明显 是选择C这个选项 那这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些 关于阅读理解 前面A1A2阶段 比较简单的一些题目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如果大家具备一些简单 基本上A1A2这个词汇的话 做这些阅读理解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有人说 老师我的词汇不够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根据一些技巧去判断了啊 那比如说 Bartou他们到处演出 然后的话 说服他的父母 认识某一些关键词的话 基本上也能找出来 或者开头 Ménager和他们是一个做家务的 那大家自己去脑补一下 但是这种的话 就存在有不确定性了 我始终觉得阅读理解的话 大家需要首先 具备一定的词汇 才可以去做得出来 那有需要词汇提升的 这些小伙伴的话 也可以添加一下老师的微信 可以找一些DCF的这些专项考试提升词汇 逼考词汇的话 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提升一下阅读的词汇能力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就先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添加马克老师 随时和我进行沟通 谢谢 谢谢